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美军步兵第七师 第三师一加强步兵团 因战功显赫 被吴德罗·威尔逊总统授予北极熊团称号 并由总统亲自授予北极熊旗 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 新兴礼战斗中 我志愿军第27军 用极弹劣势的装备 全揭了美军的骄傲 美国陆军最精锐的部队 北极熊团 无一人漏网 团长麦克莱恩上轿 被志愿军击毙 缴获齐军旗 北极熊旗 面对装备精良 训练有素的美军 我志愿军是怎么做到的呢 1950年11月 战场东线美军第十军团 分三路开始北范 此时的北极熊团 由三个步兵营 一个坦克连边城 主要武器装备 除步枪 卡兵枪 轻重机枪外 还有大量的60和90火箭筒 武器反坦克炮和坦克22辆 加上配数兵力 总兵力达到4100多人 同时 该团在作战时 每天还能得到航空兵 二至八架次的火力支援 而我军当时 既无坦克 又无飞机 可以说 敌我武器装备悬殊之大 堪称天壤之力 面对如此强大装备的敌人 敢打敢拼的我29军 冒着零下35度的严寒 于11月27日午夜 第八十师加强八十一师 二四二团共四个团兵力 向新兴里地区发起进攻 鉴于敌武器装备先进 又有空军支援 我军决定采取 近战夜战传统战 出敌不易 攻其不畏 战斗发起头 第二三九团四连指导员 庄元东 率一个牌 隐蔽至新兴里东山 发现山腰 有大约一个牌的美军 立即命名 全牌包围顶 清客三十多个美军 通通倒下 另两个牌 在连长李长延的率领 从侧翼穿舱 把敌人尿倒一片 敌人立即开始组织反击 美军被我军的这种 贴身战术打懵了 伤无数 二十八日凌晨 被包围在心心里的 北极熊潭组织反复 我二十九军 经过两天两夜的拉锯战 北极熊潭损失惨重 我第八十师 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伤亡人数过半 但我军官兵当时只有一句话 一定要宰了这只北极熊 刺史团三连 在只剩下两个牌的情况下 仍然要求担当主攻任务 当他们攻下第一座房子 由于地形不变有地 受到敌军三面甲子 三连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 并炸坏敌军忐忑人 之后 他们继续向第二座房子攻击 连长 指导员 副指导员 和二十多个战士 相继伤亡 经过极其惨烈的厮杀 肉薄 终于攻克第二座房子 这时 全连仅剩下十六个人 但他们在副排长 马日珍的率率下 继续攻击第三座房子 子弹打光了 手榴弹扔光了 刺刀拼弯了 石块 木棍成了攻击的力气 在战斗最炙烈 最残酷的时候 拳头 指甲 牙齿 都被当成致命的武器来 终于攻克了这第三座房子 当银长带领后续部队赶来时 战士王德 立正报告 营长 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接着他哭了 俺连就剩俺一个人了 美国陆军 最为惊艳的北极雄团 整团负面 军旗被缴 团长被毙 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他标志着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王牌团翻好 从此 永远的从美军战斗序列中消失了 他也标志着我志愿军 第27军 创造了一个以劣胜优的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 因为这是抗美援朝作战史上唯一的成建制的全歼美军一个加强步兵团 并缴获其军旗的光辉范围 如今北极雄团军旗被收成在中国国家军事博物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